我們可以看到 56條的惡法依然沒有修改 而被謊暴逃跑的狀況依然層出不窮 甚至在當時去年的記者會之中 其中一位因為勞治爭議安置 然後發現被謊暴逃跑的勞工 至今勞動部始終都沒有同意 他的逃跑助記的撤銷 這個勞工到現在已經安置了一整年的時間 我們要問的是 如果勞政主管機關 僅僅因為所謂的韓式沒有通過 就這樣無視於勞工的權益和困境 拒絕撤銷這個逃跑助記 那麼我們要說 如果勞動部再這樣拖下去 真的會逼這個原本沒有 根本沒有逃跑事實 也沒有逃跑意圖的勞工 被逼到真的必須要選擇逃跑 所以當這個假的逃跑 被勞動部被迫逼到 他變成真的逃跑的時候 我們今天就是要帶著這個受害的勞工當面向勞動部的官員質問 我們就是要問勞動部說 今天這個勞工他就站在這裡 根本沒有任何逃跑事實沒有任何逃跑意圖 你勞動部還要睜眼說下話 對著這個勞工說 你就是逃跑意勞 你還要這樣子睜眼說下話嗎 我們要嚴正的控訴 而且強烈的要求勞動部 立即解決個案 然後立即修法的惡法 26年齁 啊 您好 您好 我會來的 那我會在這裡 已經一年 我會來的 我會想要是 我會想要做這一點 我會想要做這一點 我會想要做那一點 我會想要做得很久 沒有 因為我會想要做什麼 因為我會想要做什麼 我叫Gimuel,我来英kang,我是36岁 今天我来这边就是为了第一个我的案件 因为我已经等了很久 在案子中心已经一年多了 为了这个案件 就是被雇主报逃予 的确是我自己都没有逃跑 但是劳动部一直没有办法 我现在就是来台湾 可以工作 可以赚钱 可以帮助我的家人在菲律 三个 我已经很久了 我没有能够失去 我没有能够失去 我没有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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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готов正常想你 我未 Flew 我失去 meine 我未停ến 我想 recording 开会 我未有失去 我慢 cargo 我 med 你想玩 我 education 我可以给了 但我不能退回到菲律 因為我不能拒絕 我希望我能拒絕 我希望你們能結束 我會結束我的案件 在一段長期的一段時間 我現在告訴老闆 我現在幾乎每天都沒有辦法睡覺 因为我的家人必须要超过的 我没有办法帮忙他们 第二个就是说我来台湾 愚公本来就是没有国外的中介费 但是中介奖博贷管 现在就是已经收到通知 就是必须要给付这个 他的国外的中介费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除了我被报陶遇 还有我的身份 现在无法工作 所以对我自己这一个就是非常难过 我现在久久大家 现在就是希望可以 就是可以通过这个案线 可以给我一个好好的 就是身份 可以工作在台湾 可以帮忙我的家人 可以给付我的台湾 在这一整年的过程中 我们经过了已经无数次的诚情抗议 还有不知道多少封的公文跟电话的网板 终于最后我们在立委的协助下 找来劳动部劳法署 移民署还有警政署一起来开这个会 最后呢 会后一起来当面做个讨论 而会后劳法署也同意 这个一定要返回原雇主书这个规定是有问题的 所以也同意要修改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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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事 然后拟立出解决的方案 因此 这个会议是在去今年的3月10号 在今年4月6号的时候 劳法署在内部开了一场会议 然后具体的拟定了 这一个所谓修改函事的结论 这蓝色内容我简单告诉各位 他的结论其实就是 如果雇主不同意聘雇 或者是外国人不愿意返回雇主处 而且外国人举证其受雇 受雇期间雇主有违法的市政 然后则外国人所提的事由 可以阻却其行政责任 应该废止他的行动不明之注记 并且同意专案雇主维护其工作权益 他这段解释在讲的就是 也就是说 劳工并不一定要返回雇主处 才能够撤销逃跑 因为这根本不合理 这个规定 他根本无视于劳资争议期间 劳工不适合待在雇主处 也无视于劳工因为雇主违法在先 所以他必须被迫离开 寻求其他单位的协助 这个不合理的规定 劳法署也同意要修改 但是当我们得到这个会议结论 去请劳动部应该要撤销 这个劳工的逃跑助记的时候 劳动部却以韩式没有完成 为理由拒绝撤销 想请问一下地震 到底知不知道现在这个韩式 现在跑到哪里 我们现在都有在主理 我这边直接 就我这边知道的 我直接请问你好了 就我们知道这个法很简单 现在是劳法署的管理部 劳法署的管理部在朝理这个韩式 朝理完之后 劳法署要经过劳法署的法制单位 只要合了之后就会成到劳动部来 劳动部的法务单位合了之后 就接下来部长合 合完就过了 其实就是这样四个步骤 我只想请问现在韩式在这四个步骤里面的哪一个阶段 这个很抱歉这个我听不懂 好所以你不知道 好那我想请问因为你是劳动部的 我想请问当这个韩式如果到了劳动部 请问需要多久的时间 这个韩式这一指的韩式才能够通过 这个不一定 这个我们要看 请你对着这个劳工 他等了一整年 请你对着他说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你多久可以撑翔 你就继续等下去吧 请你对着这个劳工告诉他讲 顺便告诉各位记者 媒体记者朋友 就我们所知 现在这个韩式 劳法署的管理部门在朝理 连劳法署的管理部门都还没有过 连劳法署的法制单位都还没有合 这个四个阶段到现在 连第一个阶段都还没有过 在你们所谓的行政程序 一拖再拖的状态 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被你们拖在这个地方 他不是一个 纸本上法制成绩的法要怎么修的问题 而是你们这个法 怎么修的拖时间一整年 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就这样被你拖在台湾 而他背着的巨额再来到台湾的 我希望他都不可以重视到这件事情 而不是只来这边告诉我们说 我们会尽快 我们大家都很辛苦 讲真的 我们这边辛苦是没有问题的 过来台湾做的是多么辛苦的事情 辛苦对他来说不是问题 他的问题是他根本没有办法工作 你们的一句说大家都很辛苦 讲真的 听起来真的让人非常的愤怒 你们的说法完全没有办法弥补他 而且讲真的 就算你们好含事通过之后 他这一整年在这边 你们赔得起吗 你们根本就赔不起